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我是梦幻球房在我家的Vivian 收到一位今年刚成为新手主妇的朋友留言 其实算是求救 她说婆婆给她了一个任务 就是今年过年要她负责家里的发糕制作 而且她家的习惯是要自己做不可以用买的 她问我有没有世界最简单的发糕做法 今天就分享我的头吃吧 而且还顺便有清冰箱的概念 很多人早餐都有吃松饼做松饼的习惯吧 今天就要用你家现成的松饼粉来做一定发的发糕哦 当然你也可以买市售现成的发糕粉来制作啦 或是好几年前我分享过的地瓜发糕 还是白米做黑糖发糕 大家都可以搜寻一下之前的食谱哦 但今天这个版本真的超级无敌简单 你看看材料配方就两行 随便背也背起来了 是不是五个干单 而且其实各种品牌的都可以 看我手边各种品牌松饼粉哦 其实都可以轻松做成功 包括蛋糕粉 但是的确不同品牌 它的成分配方搭配的不同哦 吃起来的风味不同 像这个是宝宝的松饼粉哦 它也可以成功做出发糕哦 这样子你的小宝贝就可以吃了 但的确实验结果不同厂牌 它爆发的程度有点微微的差异 这个等等再给大家看成品的部分 然后做发糕要发的漂亮 我发现容器的形状很重要 一定要是这种上宽一点下稍微窄一点的 也就是布丁或是杯子蛋糕的模型哦 特别的适合 然后你要不要垫上烘焙纸防粘黏哦 也是看自己 不用烘焙纸的话 就记得一定要磨点油在模具上面 或者直接用纸磨也是可以 那我今天就用 不粘模具杯子蛋糕的四连模 我发现用这个模具有效果特别好 小小的一颗长得也很可爱 直接在模具当中 喷上些许的油脂防粘黏 然后多的油脂记得把它擦掉 每一个都这样做 稍微擦掉路易的油脂之后 就放一旁备用 接着来调我们的面糊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松饼粉跟清水的重量1比1 100克的松饼粉就用100克的清水 或是牛奶或是其他的液体 像是豆浆啦植物奶啦 都可以自己去运用变化 想单纯一点就是清水 然后搅拌到像影片这样的质地 记得太稠了就是再加点清水 但我试了很多个牌子 发现1比1就是蛮好的配方 然后我这个口感是松软的 如果你还想要扎实一点点 可以再减低大概10克的清水 再仔细看清楚一下 面糊就是这样的流动状态跟质地 想要做成传统黑糖发糕的颜色 就要另外再加上黑糖的部分 不用担心这个不会太甜 因为松饼粉本身不是很甜 大家都有吃过传统发糕 那个才叫甜 这个甜度我觉得算是OK 直接搅拌到没有颗粒残留就可以了 想要做个喜气的红色发糕 我就用点红麴粉 但因为粉末太细了 直接拌入面糊当中很容易起颗粒 所以用些许的清水来调开 然后不用全加哦 我们就分次加入 慢慢的调到自己喜欢的颜色饱和程度就可以了 不想做红色的你甚至可以加入南瓜粉 或是紫薯粉做成其他的颜色 这个颜色状态我觉得差不多了 其实蒸了之后会更深一点点 一样就是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可以稍微静置个10分钟 接着把面糊倒入模具当中 这个部分要注意的重点就是 倒入模具9分满 因为摄影师取镜位好看 我在每一个模具里面偷偷补上面糊的画面都没有拍到 其实每一个模都要填到9分满的面糊哦 这个是爆发的好不好看的关键哦 特别提醒大家 爱足以一定要填入9分满 影片看起来的其实是8分满 但是也要记得不要贪心到全满哦 全满又会太多哦 然后旁边会爆出来流出来更不好看 所以重点很重要 再说三次 9分满9分满9分满 这样有听到吗 水大滚之后呢就要放入发膏 这时候看就可以很清楚是不是9分满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又要笔记啦 请用大火蒸足15分钟 也就是传统说的忘火足气 这样才会发得漂亮 然后我觉得传统电锅底部热度不是很匀 电锅同一锅会有几颗共沽 我觉得大家还是乖乖直火水蒸水气比较旺 你看看你看看 每一个都发的水当当又又眯眯 红麴版也是一样 每一颗都发的好可爱哦 蒸完之后就可以取出放凉 只要稍微的放温凉哦 非常的好脱模 我现在是温温的状态哦 完全不沾黏 非常好脱模 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就不是传统发糕的味道了 这个是尾发糕啊 基本上就是你松饼粉的味道啦 所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松饼风味很重要 因为水分比例的关系哦 这个算是松软版 吃起来也是很湿润的口感 但如果想要传统风味的话 还是看一下我之前分享过的食谱 世界最简单的发糕做法 等你交作业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只要是要做成品的差异哦 这个是正常爆发的发糕 另外的这几颗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这个是不同厂牌的 爆发的程度约绿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整体都还是可以成功开花的 如果做的时候没有成功 肯定是你的火力或是模具的问题 再不然就是松饼粉过期 里面的泡打粉失效了 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他做给你吃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